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透视世界重塑三观的科幻证件 我是Tony星的迪侃妖星星 要是有一天你发现和你同床共枕的那个人大变样 你不再爱他,甚至不想再为他吃鸡 你会怎么办?杀了他?凶了他?淹了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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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这些玩法都太low了 今天星星就让大家见识一下 Tony星要你命头上再来加点绿的科幻玩法 未来谋杀及离婚指南 有人说无能是福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赞成这种说法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我愿意为之倾家荡产的女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她定价 于是我拨通了红叶的电话 喂红叶 现在外面夜走会的小姐过夜大概是什么价钱 我补充充的一千到一两百块吧 如果素质好一点呢 什么个好法 我敢说是极品的素质 一百多万到一千都还不等啊 我给她留下身上谨慎的票子 来到楼下酒吧 是隐身天明熟练的为我介绍新人 不过很可惜 今夜我以无能为力 现在过来是有一封很重要的信要交给她 记住天明 如果叫罗吉的人找过来 你就把这封信给她 好的大叔 愿意想老 之后 我便坐着车离开了酒店 我不知道的是 天明这个小崽子 转身就打开了信封 不过他可能要失望了 里面并没有票子 什么 信上写了啥 三连都不给 还想知道秘密 哼 很快 我便回到了家中 夫人似乎察觉到我的外出 不过都这把年纪了 她大概以为我早已无能为力了吧 我带着重重心事 陷入顺目之中 一股神秘力量将我吸了过去 没错 我穿越了 我来到长去的酒吧 给罗吉发去了重要的电话留言 正说着的时候 老实人却来了酒吧 我们来到外面叙旧 对方就朝我伸出了匕首 就这样 我死了 但是 我的精神没死 我的信件 我的留言 他们会指引着罗吉 找到故事的答案 此时罗吉还不知道自己被扯进了怎样的漩涡 一觉醒来之后 家中的浴盆上多了两滴胃干的血液 一楼里的衣服也沾满了血迹 然而罗吉却像断片了一样 对血迹来源一无所知 电话留言中探长发来信息 让罗吉过去找他 罗吉来到警局 探长对他确认了达叔身份 达叔的死让罗吉有些消沉 两人既是上下属 也是难得的知己朋友 达叔甚至将罗吉定为了自己的紧急事故通知人 警方也因此才找到罗吉 为了获取更多线索 探长跟着罗吉来到了达叔创办的公司 今天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罗吉上前询问 当他看清来人长相立马惊呆了 这不是梦里常见的妹子吗 请问那个 我们是不是在梦里爱过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妹子泪眼婆娑的回答罗吉 对不起 我们并未见过 我叫白杰 是达叔的女儿 刚从巴黎回来 罗吉虽然对白杰很感兴趣 但是白杰的绅士 却让他十分疑惑 从来没听达叔说过 他还有一个在国外的女儿 罗吉来到办公室 询问同时黄毛哥 是否知道达叔还有个女儿 黄毛哥也表示没听说过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这个黄毛哥啊 似乎和酒吧市营长得一样啊 难道说太沉悦了 没多久探长也找了过来 学会黄毛哥达叔最近的活动 黄毛哥向警长介绍了达叔正在研究的黑科技 一台可以创造虚拟世界的量子计算机 达叔在里头重建了1937年的洛杉矶 还经常将自己的意识传过去 不过他在里头干啥呢 就没人知道了 另一边 罗姬见白杰身份不明 尾随他来到了酒店 罗姬问他 达叔是否有留下什么遗言 白杰回答说 达叔让他关掉公司 之后白杰会见了律师 但是律师带来的并不是好消息 因为达叔临死前将遗嘱说一人改为了罗姬 探长那边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罗姬成了首要犯罪嫌疑人 他询问罗姬达叔约害当晚 他是否和达叔有过联系 罗姬表示并没有 然而警方却在达叔的通话记录中 发现了他发给罗姬的电话留言 罗姬回翻自己的电话留言 果然在里头发现了达叔的电话留言 达叔说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他将这个秘密放在了虚拟世界里头 还没等达叔说出信件交给了谁 留言就被打断了 为了找到达叔留下的信件 罗姬接通了公司量子计算机 随着一阵电光闪过 罗姬成功来到虚拟世界里头 他在虚拟世界的成分是一位银行职员 陌生的场景让罗姬十分懵逼 他赶紧向主管请了半天假 接着便按照达叔档案中的记载 来到了达叔经营的小店 不过这个世界的达叔并不认识他 罗姬和虚拟达叔告别之后 又顺着档案线索 找到了达叔经常去到的量子酒吧 很快是一声天明便引起了他的注意 很显然 这个人是照着黄魔哥的样子设计出来的 信件很可能就是在他手上 罗姬询问天明 达叔是否有让他转交信件 天明却施骨否认 此时罗姬的穿越时间也到点了 他只得暂时从虚拟世界里退了出来 此时一名陌生混子却找上了门 说他知道达叔死亡的真相 想和罗姬私聊 罗姬带他来到了地下室 混子却开始勒索罗姬 说达叔死亡的那晚 他看见罗姬和达叔一起离开 达叔的死和他肯定脱不了关系 罗姬听到这儿 突然战斗力爆表 几招搞定了混子 混子是被打跑了 但是罗姬整个人却处于蒙圈状态 他压根不记得达叔死亡那晚 他都干了啥 为了压压经姐姐压 罗姬再次找到了白姐 这个迷人的女子 总是给他自曾相识的感觉 白姐对他也颇有好感 两人很快就轻轻包包举个缸了 唉 这进展似乎有点快啊 没多久 麻烦再次找上了门 探长在酒吧监控中 发现了罗姬的车牌 时间正是达叔死亡的那晚 而且混子在举报罗姬之后 也遭到了毒手 所有的证据都在暗示 罗姬就是杀害达叔的那个人 他也因此而被关进了橘子 但是他没有想到白姐就过来 将他保释了出去 还替他做伪证 说那天晚上罗姬一直和他在一起 罗姬并不想就这么糊弄过去 为了弄情事情真相 他再次进入了虚拟世界 罗姬找到虚拟大叔 问他是否经常会有断片的感觉 虚拟大叔说 他经常梦见和年轻女子循环作乐 甚至一觉醒来 还能闻到身上的香水味 老伯因此找了他不少场 罗姬听完之后 便带着虚拟大叔 一起来到了亮子酒吧 虚拟大叔并不记得自己来过这儿 但是从亮蕾热情的成因来看 他显然是这儿的常客 罗姬让虚拟大叔尝试回忆 他是否将一封信交给了某人 虚拟大叔努力回忆之后 终于想起来 他将信件交给了天明 此时的天明似乎发觉了什么 躲进了酒吧地下室 罗姬在后头跟了上来 却被天明持枪控制 此时的天明已然有些神志不清了 丧天啊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么残酷的事情 我只想做一个无知的凡人而已 原来 达叔的信里头记载的正是虚拟世界的秘密 天明按照信中所在 来到了所谓的世界尽头 在那里 他看到了愚动神的迪卡尔妖怪 眼前的景象告诉他 这个世界竟然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发疯的天明开始追杀罗姬 困乱之中 两人扭打在一块 眼看罗姬就要被淹死 好在黄魔哥及时赶到 将他从虚拟世界唤醒过来 经过未定的罗姬再次过来酒店寻找白杰 然而服务员却告诉他 白杰已经退房 探长此时也赶了过来 说白杰根本就不是达叔的女儿 他们已经和法国官方取得联系 官方证实 根本就没有白杰这个人 弄圈的罗姬用一点情报费 从公车司机那里得到了白杰的地址 他顺着司机给出的地址 找到了一个超市里头 此时白杰却变成了超市的收银员 一身辣妹装扮 跟此间的白杰简直判若良人 重点是他变得不认识罗姬了 罗姬似乎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他开着汽车 冲破城市的路障 来到了天明说过的世界尽头 眼前的景象证实了他的猜想 他所在的世界 其实也是虚拟世界 此时白杰那边眼中闪过一阵电流 现在事情很明显了 是上层世界的人穿越过来了 白杰拨通了罗姬的电话 说他将和罗姬解释一切 蓝人约在公司大楼见面 罗姬一见面就询问白杰 到底还有多少个这样的虚拟世界 白杰回答说成千上万 不过这个世界是唯一一个 在虚拟世界中创造出 另一层虚拟世界的世界 白杰原本是上层世界派来负责 关闭达叔创造的虚拟世界 然而达叔早就有所察觉 他更改了遗嘱 让白杰无法继承公司 上层世界的计划也因此被打窝案 最后罗姬还是发出了终极疑问 到底是谁杀死了达叔 白杰告诉他 是上层世界的人 借用罗姬的身体杀害了达叔 这个上层世界的人 其实就是白杰的丈夫 他的丈夫在虚拟世界中 变得日渐残暴 而白杰也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虚拟世界的罗杰 一番深情表白后 俩人又开始了护肯 另一边 黄毛哥由于对虚拟世界好奇 也将意识传了过去 不巧而是 虚拟世界的天明正在行车途中 黄毛哥险些遭遇车祸 等他将汽车停下 警察也赶了上来 盘文过后 警察本打算离开 此时后被箱中就传出人声 警察命令黄毛哥打开后备箱 关着的正是虚拟罗杰 黄毛哥尝试向警察解释 却被迎面驶来的汽车撞上 紧接着又是一阵电光 黄毛哥回到了现实世界 不过很快我们就发现 回来的人 并不是黄毛哥 而是天明 保安发现黄毛哥举止怪异 将这一消息告知了罗杰 罗杰急急忙赶去了办公室 这边罗杰刚走 白杰就拨通了探长的电话 还表示有事情要向他交代 罗杰来到了办公室 很快他就发现眼前的黄毛哥 并不是那个熟悉的同事 而是从虚拟世界里 跑出来的天明 天明以为自己来到了真实世界 十分得早 然而罗杰却说出了 让他失望的消息 这个世界也不过是 虚拟世界而已 就在两人探讨人生的虚无之时 罗杰眼中却闪过一阵电流 很明显是白杰丈夫穿越过来了 这家伙可是个杀人狂魔 拿起手枪 哟哟哟 送天明领了合法 接着又回到了白杰这里 打算惩戒妻子一番 白杰很快就发现 来人是自己的丈夫 拿起床灯砸晕了他 接着便开始奔命逃跑 丈夫在后头紧追不舍 最后将白杰堵在了大厅 就在他打算送这个 让自己带绿的女人隔屁之时 窗外却飞来了一颗子弹 送他领了合法 啊 原来是探长及时赶了过来 罗杰隔屁之后 又是一阵电流闪过 接着便从上层世界醒了过来 罗杰拿起家中的报纸 发现时间来到了2024年 他来到大厅发现白杰也在那 白杰试探性的问了问 没错 我就是虚拟世界的情人 穿越过来和你双宿双飞 白杰带着罗杰参观了2024年的世界 场景确实很科幻 远处沙滩上 父亲朝白杰打起了招呼 原来虚拟世界的达叔 就是根据白杰父亲摸拟来的 所以他说自己是达叔女儿 也不算说谎了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要大结局的时候 画面就像被关机一样 一闪而过 所以 这也是一个虚拟世界啊 这套啊套的 简直丧心命狂啊 很多小伙伴可能看过这部片子 影片的真实名字是 《易刺云害客》 改编自美国科幻作家 加罗依的科幻小说 《三重模拟》 正如小说明所显示的那样 这是一个关于虚拟世界的故事 影片为我们搭建了 1937年 1999年 2024年 三个不同的时空 围绕着达叔留下的神秘信件 为我们一层层 拨开了关于虚拟世界的真相 但是 正如影片结尾所展示的那样 谁又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是虚拟的呢 马斯克认为 我们的世界 99%可能是虚拟的 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反正就信了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 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 悠长虚拟世界哦